2023年11月29日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 以个人名义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13亿元人民币 这也是全国高校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 当所有人可能都关注在五大的捐赠 您捐赠的数额的时候 您希望这个捐赠本身被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那一天回母校当然特别特别的激动 激动的主要原因对我来说是 我把它定位成还愿之女 在向母校捐款之前 2023年8月14日 雷军举办了他作为小米创始人的 第四次年度演讲 谢谢大家 今天呢我就先和大家聊聊五大往事 那还是36年前 1987年 我呢考上了武汉大学的计算机系 当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 拿了不少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对我当时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在大学四年里面 基本上是靠奖学金和帮老师做项目 来养活自己读完的大学 有一次我拿了一个钱比较多的奖学金 在颁奖典礼上 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在想 有朝一天我要是有了钱 我一定百倍千倍甚至一万倍的还回来 此次捐赠雷军助力的主要方向之一 是武汉大学数理化文史哲六大基础学科研究 我会关注到数理化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 其实这些基础学科在过去这些年里面 在大学里面相对是比较弱势的 其实应用类的学科可能会 是吧 因为比较容易出成果 比较容易拿到科研经费 相对在学校里面比较受重视 因为基础学科的研究就意味着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无法享受成功的喜悦 因为我们创业三十多年了 走到今天的话 其实越来越清楚 你想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你肯定要是一个长期主义者 最近我在小米内部经常讲 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 当我们看到这些 非常多优秀的公司 当我们羡慕别人的时候 我说你看一下 人家多了三十年以上 所以对我们小米来说 我们今天只有十三年 更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的 雷军和小米的故事 公众并不陌生 过去十三年 小米既是深入人们生活的科技品牌 也是总能在竞争中 带来惊喜的电子产品 更是一家充满故事的创业公司 我就是在武汉大学 图书馆里看了一本书叫《硅谷之火》 开始建立了我一生的梦想 因为《硅谷之火》就是讲的 乔布斯他们创业 所以我在八十年代 乔布斯就是我的第一个偶像 这是因为我的乔布斯很了解 我觉得其实我不是乔布斯那样的人 我觉得我也做不了乔布斯 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在另外一个方向上 做出不一样的产品来 比如我举些简单的例子 可能在苹果在做产品的时候 他们追求最优解 一上来就要拿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那么小米的方法是互联网式的 比如说我们早期索屏 我们就做了700种 我觉得用户的需求是多样性的 带着这团梦想之火 雷军走上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1991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 雷军和朋友创办金山公司 开发WPS办公软件 抗衡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 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 对抗庞然大物微软 注定了战斗异常艰难 金山公司曾一度面临 产品失败 业务崩盘 公司差点关门的困境 在金山 雷军完成了 从程序员到企业管理者的转变 经历了企业从陷入困顿 到重新崛起的过程 与个人而言 金山的20多年 是雷军的青春岁月 与世界而言 那20年正是互联网 第一波浪潮翻天覆地的时代 雷军在不知不觉中 与这一波浪潮擦肩而过 许多年以后 雷军发出了他那句著名的感慨 站在风口上 猪也能飞起来 您那个著名的风口论 直到现在也经常被大家引用 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 一个程序员开始的创业者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要不就是我有兴趣 要不就是碰到几个用户 他们都说这个产品 他们想要这样的产品 我们就决定立项 决定去干的 很少去考虑 它是不是时代的 一个重大的机会点 有没有那种 爆发性增长的可能性 考虑得少 所以以这样的企业 它的生存能力很强 它一定不容易死掉 但是要做得很大的话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我才讲出了风口论 我是认为 我们不仅要埋头拉车 还要抬头看路 所以这是对我自己 创业的一个巨大的纠正 为追赶第一波互联网浪潮 雷军带人创办了卓越网 在网上主卖图书和音像制品 但此时互联网泡沫已经破灭 电商尚未全面崛起 加上融资能力不足 2004年9月 雷军忍痛把卓越网 卖给了亚马逊 但是这个过程我在想 那考验您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实质上错过了 互联网的那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就在想 下一次机会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提前四五年 已经知道 未来的机会就是移动互联网 我只是不知道 那个爆发的时间点是什么样的 所以等iPhone发布 安卓发布之后 我是觉得那个移动互联网机会 将会全面展开 面对机会 雷军选择再次创业 2010年4月6号 在北京中关村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 雷军和十多个同事一起喝了碗小米粥 就此创办了小米 依靠清晰的商业模式 精准的市场定位 2014年 小米手机发布仅三年时间 就占据了销量中国第一 全球第三的市场地位 这一年的11月 乌镇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雷军毫不掩饰自己的意气风发 昨天的论坛上 来自中国小米公司的雷军先生 就说下了豪言壮语 他说他们的公司再过5到10年 按照现在他们对于互联网的掌握 以及投资 可能再过5到10年 就会做成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公司 对此您有一种危机感吗 说起来总是容易的 但是做是不那么简单的 马云也讲过一句话 万一实现了呢 豪言壮语放出不足两年 小米遭遇了创业以来的最大危机 单纯线上模式陷入增长瓶颈 小米手机的销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16年当时您也在演讲当中 提到过一段描述 说那不仅仅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可能连阿妈阿狗都受不了 因为企业其实在生死存亡之境 当时整个手机行业都觉得 我们快不行了 所以一旦觉得你不行呢 所有的供应商对你的支持 可能都会减少 它是一个高度依赖产业 生存的一个行业 如果整个产业链不支持你 整个小米街有可能关门 在那种情况下 这个当时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说我自己直接 我亲自去看 比如举个例子 我接受手机不以后千头万续 我们当时的例会是四五四个人 在我办公室里开例会的 就几乎我管到了每个屏幕里的 就是很极端 因为为什么这是最快把我的要求 覆盖到每一个小组的方法 这种极端对您的挑战是什么 对我来说我要懂所有的东西 我要不懂我怎么指挥呢 因为很多现场指挥 不是靠商量出来的 2016年10月 小米MIX全面屏手机的发布 给低谷中的小米注入了希望 也为小米赢得了产业界的尊重 从这一年起 小米公司做出了战略调整 开始向硬核科技发力 那么硬核科技就是像芯片 智能制造 机器人 操作系统 这些都是硬核科技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您不断地在强调这个硬核技术 您一直要跟它死磕 为什么您内心这个 跟它死磕的动力这么强大呢 我们在手机行业排在全球前三 我们碰巧遇到了像苹果 三星 华为 这样优秀的企业 那你跟这样优秀的企业 同台竞技的时候 那你怎么胜出 如果你不在这些核营基础上 得以突破的话 你是很难成为一家优秀的企业了 你很难形成独有的这个护城河和整个的竞争门槛 也没有办法长期跟这些科技巨头比肩 所以如果小米的梦想是想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公司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2020年小米十周年 这一年小米公司更进一步确立了未来十年 要成为全球新一代硬核科技引领者的战略 为消费者提供高端科技产品 其实所有的高端产品有个特征 它都应用了最新最强的科技 三年前我在内部提出我们要全方位对标iPhone 其实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 在内外部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首先大家觉得人家iPhone这么强 我们对标是不是就是趁人家的流量 我说我们还是要敢于亮剑 我们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目标 我们要敢于去比较 哪怕这一百项别的我们全输了 敢比我们就走出了第一步 我说只有比一件一件的比 我觉得才能让我们是吧 所有的人很清楚我们的目标 也知道我们未来一步一步走到哪里去 我们的手机打得过吗 所以这么严峻的问题摆在眼前 我只能耐心地一个一个地说服 我跟大家说做高端一定要有耐心 用户的认同需要一个过程 做高端科技产品 不仅需要技术积累 技术攻关 还需要对整个产业链 拥有高度的掌控力 研发小米第一代高端机的过程中 雷军和团队一度开启了 军训式的集体生活 大家经过一两年的努力 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的时候 就开始就希望回到原来的舒适区 比如说认知上当大家有分歧 您怎么能说服每一个人 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在这一点上 我们其实想的蛮透彻的 因为首先是我们 应该是说梦想导引的 就是我们想成为全球最优秀的公司 只有坚定不移地 迈向高端市场 坚定不移地投入核心科技 才有机会 看一下啊 2023年10月 小米新一代高端机 小米14系列发布并开售 销量迅速突破百万台 由于市场热情太高 小米14系列很快进入断货状态 在小米14出来之前的某一刻 您有没有意识到 我们离黎明已经很近了 我相信14肯定会比13卖得好 但是好这么多 我是没想到的 我们在第一个很核心的指标 就是叫电商购买用户 首月好评率 首月上市的好评率 一定要做到99% 就是100个买了 一定要99个营商做好 这个概率一般在 这个手机用户体验上的 算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99%这个数 我看同行基本上在95 96 所以做到99是很难的 因为我想高端产品 首月的时候 我们经常销量都在 一两百万只 到了一两百万只 这么大的数量集的时候 其实说不好的要非常少才行 所以我们就会逐条逐条分析 这个用户到底在投诉是什么 我们怎么能改进 然后确保这个问题要被解决 其实在过去的两年 我们发过六波高端产品 我们坚定不移地盯口碑 是我们连续盯的六波 前面五波都做到99的时候 销量还是没有变化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第六波 小米14 所以一下子就火了 我觉得还是水到渠成 再加上澎湃OS的发布 也起了推进的作用 在手机操作系统方面 苹果有自己的iOS系统 华为有自己的鸿蒙系统 而小米14系列搭载的 澎湃OS 是小米自己研发的人车家 全生态操作系统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企业经常面对外界 缺心扫魂的质疑 小米澎湃OS的诞生 标志着中国企业 在操作系统领域的突破 操作系统呢 我们从创办之初就开始探索 七年前我们下决心开始干 超过五千个工程师的投入 然后呢 前不久刚发布了小米澎湃OS 这一次的操作系统 我们就定位成 就是以人为中心 你怎么理解 您说的在操作系统的 这个层面去研究 但是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强 我们怎么要用最先进的AI技术 使我们的操作系统 在智能化程度上 比同行要高出一截 而且更重要的 还要打通人 车 家 全生态 就是人就是个人设备 家呢 智能家具 车呢 是智能出行的工具 成为硬核科技企业的布局 让造车成为小米的必然选择 自己造 不并购 不代工 在这一新赛道上默默努力近三年 小米汽车将于明年上市 我记得之前好像马斯克说过 说小米开始做汽车 这会是一个有趣的竞争 您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怎么看 我觉得小米做车的话 我觉得有很多天岸的优势 因为今天呢 智能电动汽车 它的本质就是汽车工业 跟消费电子工业的整合 是个大融合 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来说的话 有一个车企的董事长告诉我说 智能电动汽车呢 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手机 装了四个轮子 当然不准确 但是呢 这就说明 这两个行业是在高度融合之中 所以进入汽车行业 对我们来说呢 有挑战 总体来说呢 难度可控 难度可控 我们怎么理解您说的这四个字 总体来说 三年前 我觉得造车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我有足够的敬畏之心 做了一下用户调研 用户觉得小米汽车一调研 大家就说 科技 生态 我就定了一个原则 叫 首证出奇 首证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充分尊重汽车行业的规律 使用汽车行业成熟的技术 确保能把第一辆车做好 在这个大前提下 创新 我们的第二条策略叫十倍投入 比如说 一般的车企做一辆车 大概投三四百人 大概是吧 十亿二十亿的研发经费 很多车厂的车 大概就是投了这么多钱 我们整个第一辆车 投了三千四百名工程师 整个研发投入超过了一百亿 所以我们是用了十倍以上的投入 有这样的把握以后 反正我是抱着自在必得的方式来做的 您希望当这款车出来 您得到的反馈是什么 您有预期吗 我肯定有预期 但汽车底的确也很复杂 我特别担心 一上来不火 大家都不买 这个你肯定很担心 更担心的是如果大家都来买 这一等一两年肯定会被骂惨 其实是各种很焦虑的情绪 过去六年 小米研发投入的年复合增长率 高达38.4% 预计2023年全年的总研发投入 将超过人民币200亿元 未来五年研发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为小米向上升涨 注入强大动力 但目前我们确实也看到 一些国际 无论是经济形势上的不稳定 还是政治环境 在一些国家的很不稳定 包括其实我们国内的经济 在结构性上也面临着一些压力 在这个时候 小米继续加大研发 同时在硬核科技这条路上奔跑 为什么你对于小米的未来 充满信心 其实越在困难的时候 越加大技术投入 这个时候越容易出成果 而且为整个市场复苏 做好了准备 也就是说市场一复苏的时候 小米变得更强了 而且如果关心小米的听众 可能已经注意到上个季度 小米就已经开始恢复正增长了 而且我们为什么敢投资 我们还是觉得 今天在小米所处的 这些市场领域里面 还存在着大量的需求 没有被满足 我认为小米才刚刚开始 一方面我们扎根中国市场 做好内循环 同时要坚定信心进行全球化 我觉得这就是小米所选择的路 在这条路上还有巨大的机会 在2023年年度演讲中 雷军正式宣布 小米科技战略升级 并公布了小米科技理念 选择对人类文明 有长期价值的技术领域 坚持长期持续投入 最近几年 不少人都特别特别的焦虑 特别特别的迷茫 很多人问我 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 怎么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呢 我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成长 所有的人生难题 都将在成长中找到答案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认为 您不用改变了 已经很好了 但是您又开始了重新的生长 就为什么您能够让自己 不断地跳出舒适区 然后重新去挑战 下一个未知 我觉得最核心的 还是可能我们定了一个 过高的目标 所以在我们努力的路上的话 使劲跳都很难够得着 所以定一个高的目标 我觉得作为牵引 对整个企业发展还是有很高的价值 小米不断进步和演化的核心动力 来自于它的梦想和目标